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大破 无法大利 他永远是局限于他自己的天朝的这种观念 我的门派 唯我独尊 这个天下无敌 是不是天下无敌 应该自己还是有所衡量的 以上吴正常跟各位分享 我认为马保国这个事情 应该是大家可以聚起来讨论 从哪些地方讨论 从广告学 从各种方面 到目前为止有那么多人 不管是抖音还是什么 有那么多人模仿他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什么 只是博点阅率 只是博什么 趁热度 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广告 找了那个马保国 或者找了徐晓东来做 他们两个 徐晓东曾经打破全中国大陆的那个点阅人次的记录 一下就上了几亿 那一直传播 所以中国大陆封杀他 那马保国可能迟早也会被封杀 是因为他给大家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在与此同时的 中国大陆要把太极要推向世界 推向奥运等等等 都是让人觉得是这件事情的反作用 反作用 简单讲就是你打针之后你现在起反应了 不良反应 这都是不良反应的连锁反应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 这个马保国现象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会议来讨论的 谢谢